另外根據美國Fox新聞的 最新報導 7月4號是美國的建國 245週年 但是Fox新聞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 卻不這麼的喜氣 認為美國是最適合居住的國家 你知道嗎 美國人認為說 美國是最適合的國家 最適合居住的國家 比例是降低的 Fox新聞從2011年4月 就開始進行了一次的調查 就認為說 美國是不是適合居住的國家 結果就發現了最新的研究報告 他們表示說69%的人 是認為是適合的國家 但是這個比例是降低的 我們來看看2015年的時候 是高達了83% 2011年是84% 所以這個69% 認同是歷史上的 比較輕低的低點 而且26%還不認同 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代表說 美國是不適合 居住的國家 甚至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的比例都是下降的 而且可以看到 美國是不是已經達到了巔峰 沒有辦法再上去了 這個民調也顯示出來 有39的民眾 是認為說美國國力 已經抵達到了巔峰了 美國被認為國力衰退了 39%的人就發現 說這個發展已經到頂了 其實美國國力衰弱 從聯合國也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的影響力是視為了 加拿大跟美國為首 不是發起呼籲 大陸允許聯合國 要進行相關的調查 新疆人權的問題 但是只獲得了 40幾個國家聲援 烏克蘭甚至還中途退出了 反觀大陸則是有90多個國家 是力挺大陸的人權立場 讓西方國家顏面無光 結果大陸就是很衰 美國很愛怪大陸 美國智庫保護民主基金會 就特別有一個報告說 大陸你現在就在用 聯合國的影響力 持續對於世界舞台上 反制美國的利益 而且助長自己的利益 呼籲美國針對聯合國的機構 進行改革戰 重建了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但也被說 在充滿了美國優先的思維 不是嗎